補充一下右下角這邊 如果你是射首頁的 你按下去 它會幫你做一些 這張大家看不太出來 就是它會做一些清晰度的調整 有的它怕你的圖片太搶眼了 它就幫你做一點點模糊掉 做一點模糊掉 或者是不夠銳利 它就幫你做調整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透過這邊去做一個調整 這是只有首頁的部分這邊才會有 標題的部分 剛剛大家已經先體驗過這樣怎麼玩了對不對 那現在你也可以試看看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 剛剛講的是不是有一些內建的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 以前剛開始推出來的時候它是沒有 所以說變成之後你是不是要自己去弄 那有些人他就會覺得 我就是不太會啊 你叫我現在用這個 我就不知道幾功格比較好嘛 所以你要哪一個 你點到新的你就按一下 我要這一種的 有沒有自動就產生這些格子出來了 所以你只要負責把內容把它加進來就好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用了 對不對 點一下 一樣找到你的圖片 或者呢 你要增加文字 大標次標是都可以 這樣就比較簡單 就比較簡單 那你也可以看到每一個區塊其實在這邊 有沒有版面的背景 這個就跟我們上面是一樣的 你把它點一下 這裡有 因為呢 這個地方就跟我們主題一樣 你可以選擇你是哪一種 我是強調的 有沒有這個區塊就感覺就不一樣了 就不一樣 你可以選擇圖片的背景 圖片的背景像這樣直接來做 那預設的話呢 就是像這裡有沒有 它在這邊還會有像這樣的縮圖 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你右手邊這個 那今天如果你不要這個區塊行不行 當然可以囉 也是可以的喔 點到它有沒有垃圾桶 就把它拿掉 那每一個區塊點進去 點進去 請問可不可以再微調 可以啦 對不對 沒有人規定一定要這樣嗎 你可以自己做微調啊 所以我現在先把功能的部分 先簡單介紹一下 你會比較清楚說 其實這個操作還真的蠻簡單的 蠻簡單 那當然 如果你已經長大了 不是長大了 就是在下面這邊 你需要更多其他的服務 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下面這裡 是不是這些都是Google的服務 你就可以把它怎麼樣 加進來 那現在呢 你要操入按鈕啦 那些其實都沒有問題 點一下 比如說我要連結到 好 看你要連結到哪邊 那 我們 這裡 我就連結到這個網站好了 我就把它放進去 OK 這樣子就一個 超連結就進來了 你的按鈕就OK了 所以 下面這些應該我不用講太多了 你大部分 各位直接看就可以了 所以 它資源的服務 有這些 但是 有幾個要注意一下 我有用紅字的 是這兩個 比較特殊 比較特殊 其他上面這個比較單純 Google地圖 各位有沒有用過 一定有 我指的是Google 我的地圖喔 不是 你去找 怎麼回家 然後去找球器玩 找路線那個Google地圖喔 是我的地圖喔 有用過嗎 一樣在雲端硬碟裡面的那個喔 在這裡 新增 更多 有沒有 我的地圖 我指的是這裡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因為以前它也是一個獨立的服務 就是像我們Google寫作平台一樣 是有專屬網址的 但是呢 它現在都把它整合到什麼 應該是前兩年吧 就已經整合到我們雲端硬碟裡面了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自己專屬的 而比如說你自己的 你要做一個自己的那個什麼 足跡的紀錄啊 我出去玩的紀錄啊 或社團啊 或活動的 去哪邊 那做一個旅遊的行程也好 或者是你是研究上 比如說你要做地質調查 對不對 那很多點很多點 我自己去做 那就是在這邊 就這一個 那這個的插入方式呢 就不能怎麼樣 不能用 直接從雲端硬碟加入喔 什麼叫直接從雲端硬碟加入 你看一下 我們剛剛在這裡 請問上面這裡 這裡有沒有插入雲端硬碟 你不能夠從這個地方插入 雖然它是屬雲端硬碟的一種 對不對 檔案的一種 但是你一定要從下面這邊去載入 這樣了解了嗎 好 這個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有的人想 我的是 我的地圖也是雲端硬碟的檔案啊 結果不能從那邊插入 你要從這邊去選 選了之後呢 他就告訴你 你看我的地圖在哪裡 有沒有這裡就有了 你從這邊選到 好 測試地圖 按一下選取 這樣 有沒有放進來了 這樣就有一個地圖就在裡面了 好 就可以加進來 這是第一個 你在使用Google服務的時候呢 他要加入的方式要留意一下 再來就是這個圖表 圖表的部分指的是 Google試算表裡面 你如果也用到它的圖表 你就可以從裡面去選 好 從裡面去選 那如果你試算表本身是空的 那就沒有 就是說沒有 沒有用所謂的那個圖檔的話 不是那個圖表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找到它 這樣 有比較清楚一點嗎 這兩個是稍微不大一樣的 你看我在這邊 過來這裡 我下面這裡有 你看插入圖表 好 他就會找到你的Google試算表 那些檔案 好 你看我在這個裡面 我這裡有 如果我這個的話是沒有的 你看我把它插入 他就會告訴你 很抱歉 有沒有找不到 那我找一個有的 圖表 這裡有 我這裡有做 按插入 所以他所插入的 你就看你裡面幾個圖表 我點一下新增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有沒有圖表 就進來了 你可以自己選擇 那當然像這些一樣的 你要整合在一起 就把它怎麼樣 丟進來了 按著丟進來 有沒有發現都是區塊區塊區塊 所以呢 真的不難 好 那等到你的頁面做得差不多了 我們 就可以新增第二頁第三頁 再增加進來 這樣OK嗎 你一頁可以很長 或者 現在也有流行一種 有的人做履歷式的有沒有 是不是一頁式的網頁 也有那樣子的 也有一頁式的 那如果你要比較多的 等一下我們再看看 葉樹這邊 怎麼來處理 因為這邊就跟選單有關係 好 那我把畫面還給大家囉